大家好,我是Sophia,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要做一个非常美味好吃的家常菜 土豆红萝卜炖牛肉 我用的牛肉是从超市买回来 它已经切好了的这种牛肉 它是专门用来炖的牛肉 下面我来处理一下别的食材 我这里用到的红萝卜还有土豆 我要把它们的皮去掉 因为土豆的皮虽然是好东西 但是这个皮有一股泥土的味道 我不太喜欢,所以我要把它削掉 红萝卜也是 它们都是生长在泥土里面 同时我还用到这个大的蘑菇 这个大的蘑菇非常好吃 现在我把它洗一下 然后把所有的食材切成块 这些食材的分量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 多一些少一些都无所谓的 现在再把一个大蒜 两条葱 一块姜 一个洋葱 把它们都切碎 把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好 把它们放在一个碗中备用 取出一个炒菜锅 打开火 开中火 然后在锅中加入一些橄榄油 在锅中加入刚才切好的大蘑菇 洋葱 姜 蒜 葱头 并翻炒一下 让它们在油锅中爆香 在爆香的油锅中加入牛肉块 然后继续翻炒 炒了大概两分钟 现在在里边加入一些红葡萄酒 继续翻炒 现在加入一些酱油 我加入了一勺的酱油 然后再加入一些辣麻油 我加入半勺的辣麻油 还有半勺的鱼露 然后盖上锅盖 让它们煮一下 煮了大概十分钟 我打开锅盖看一下 现在已经散发出很香的味道了 而且加入了刚才那些酱料以后 牛肉呢就先入味 如果是后加这些酱料呢 就会味道浸到土豆 还有红萝卜里面去了 现在再加入切好的土豆块 还有红萝卜块 把所有的食材翻炒一下 然后盖上锅盖 将所有的食材炖烂 在这中间要打开锅盖看一下 看水有没有干 如果是水干了 就要加入一些清水 就要加入一些清水进去 再盖上锅盖 让所有的食材煮烂 炖了大概一个小时 现在打开锅盖看一下 所有的食材都已经煮得软烂了 现在我要尝一下味道 加一些盐进去 我加入的是海盐 再把所有的食材翻炒一下 让它们均匀的入味 最后撒上一些葱花 这样美味的土豆胡萝卜炖牛肉 就做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给大家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就请关注点赞 并欢迎转发 开启你的小铃铛 你就不会错过我的下一个视频了